為什麼有人年紀輕輕就得癌症 對藥物過敏或是罹患罕見疾病 其實都跟基因有關係 2016年 國人十大死因 癌症再度蟬聯榜首 其次是心臟疾病 死亡時鐘又被撥塊了 平均每11分02秒 就有一名癌症病患死亡 比2015年快轉了11秒 健檢項目利用抽血 來檢驗協議中腫瘤指數 另外癌症要確診 腫瘤組織切片 是目前最重要的依據 在病理部 他們拿到了腫瘤組織 他們會用很精密的技術 把它切成極薄的薄片 然後再把它用石蠟 也就是所謂的Parafin 包埋在這個撥片上 然後把這個切片上面的一個組織 然後把它萃取成DNA或是RNA 這是40歲罹患肺癌患者的切片組織 治療癌症大多是以腫瘤類型區分病人 施以化療放射治療 以往相同癌症的患者 在治療用藥跟療程上大同小異 但相同類型的腫瘤可能因為不同 基因變異導致 各患者基因突變位置不同 對藥物副作用也不一樣 治療效果有差異 現在透過精準醫療 檢測基因找出癥結 將家族病史病毒感染 環境暴露等因子數據化 分析治療效果 給予罹患者個人化治療 提升存活率 基因病人像被癌 以前存活時間 就大概是三個月到六個月 現在都可以到三年到五年的效果 如果有那些突變的基因 而且專業基因來做一些標靶的治療 醫檢師把腫瘤組織抽取需要的部分 最後再放進晶片裡 在我手中的超微小晶片 可以說是解開身體秘密的鑰匙 十年前如果您要做基因檢測 至少得花一個月 甚至更長以上的時間 但現在只要把這個晶片 放到定序儀裡頭 就可以解開基因組 時間只要四小時就能得到答案 下面這裡就是一個對照組 也就是我們人類原本的基因 應該要是這樣的順序 然後以這個病人為例的話 這邊可以看到說 它在這個位置 有從G的核肝酸突變為A的核肝酸 這樣比例大概佔了一半左右 數據顯示 這名30歲亡性病患 可能是特定基因突變的 遺傳性疾病代因者 當基因失去應有的功能 細胞就可能產生突變 如果能在傳統治療之前 先分析基因 就能輔助醫師做出更精確的診斷 藉由抽取癌細胞的DNA進行分析 掌握基因突變點 就可以針對每個病患 選擇最適合的標靶用藥 如果說你找到某個特定的標靶 那你針對這個標靶治療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讓這個 治療的反應力提升 這個是有文献數據 一般提高的程度大約是增加50% 反應力就是說你因為用藥物治療 總有縮小的比例 此外也能減少患者的副作用 與醫療浪費 像這個病人他就是在ERBB2的基因上 有一個插入類型的圖片 對 然後我們這個報告就是有 用藥的資訊 那分別有從美國的資料庫 以及歐洲的資料庫 然後分別去搜尋資訊 那這個病人的這種圖片 他在美國的一個資料庫裡面 有兩個治療方式可以使用 除了有效對症下藥 更要將時程往前拉 提前預測癌症 安杰利娜瓊切除乳房和卵巢 就是最好的例子 這個安杰利娜瓊瓊 它本身家族可能帶有這個遺傳基因 那比如說這個叫BRCA1跟2 就BR我們俗稱BRCA1或2的 如果有突變的話 那它罹患乳癌 或卵巢癌的機率會比較高 現代人數命延長 離案人數確變多 2016年台灣女性 平均壽命為83歲 而罹患卵巢癌平均歲數為56歲 精準醫療的短程目標 是針對離癌患者有效用藥 長期目標是三高慢性病 代謝疾病者 進一步是人類的健康管理 才有機會降低疾病的發生機率